轻松奔跑 无伤跑步指南 作者 肯尼亚灵 第六章 用好跑步机这个训练工具 当跑步遇到下雨天 你会怎么办 小雨我会选择户外跑 毕竟万一比赛下雨 你也没得选择 只能跑啊 但是大雨就没辙了 只能乖乖跑跑步机 很多人 尤其是马拉松跑者 是很不喜欢跑步机的 我完全能够理解 在室内原地跑四十分钟一小时 想想就无聊的要命 尤其是在西湖边群山里跑惯了的老司机们 没有美景的跑步 简直是受虐 喜不喜欢不好勉强 但如果你不反感跑步机 那么你应该好好了解一下跑步机训练这件事 会让你受益颇多 事实上 很多优秀的专业选手和业余选手 比如莫法拉赫 还有我在Instagram上关注的一位 今年波马晋三的姑娘Inz Runer PR 她们都会经常选择用跑步机来进行辅助训练 有些跑者受地域和天气限制 不得不在室内完成所有的跑步训练 跑步机就是她们最好的训练伙伴 比如美国女子马拉松跑者Christine Clark 生活在常年寒冷的阿拉斯加 她的训练几乎都是在跑步机上完成的 在当年悉尼奥运会上 她的马拉松成绩是2小时31分名列第19位 6.1跑步机和路跑有什么差别吗 跑步机作为一项运动工具 她的发明本意是为了惩罚犯人 或许这也正是她无趣的原罪所在 不过话说回来 跑步这件事本身也没有去到哪里去啊 很多人会选择篮球 足球 羽毛球或登山远足等运动 因为没有耐心去忍受一个人慢吞吞重复单调机械的动作 并且就算在跑步的人群里 不喜欢在操场刷圈的也大有人在 这大概与不喜欢跑步机的枯燥是一样的吧 撇开无趣这件事不谈 跑步机给了我们在室内运动的机会 可以避开坏天气 无论是雾霾天还是酷暑寒冬都可以照常跑步 并且对于新手来讲 其实跑步机更易养成跑步习惯 除了无聊 很多人还担心跑步机会伤膝盖 这也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 鉴于篇幅有限 我在此直接给出结论 跑步机并不会直接导致膝关节损伤 与路跑一样 错误的跑姿才是导致伤痛的根源 有兴趣研究此话题的同学 也可以去我的个人专栏查看相关文章 跑步机与路跑的具体差别 一是速度 路跑一般看的是配速 一公里需要多少分钟 跑步机标注的是速度 一小时跑多少公里 这两者需要计算转换一下 但根据我的经验 不同的跑步机 由于履带松紧较准的不同 同样的速度 跑起来的实际快慢也是不一样的 这时候还是看心率最靠谱 看心率跑 还有一点好处 就是不会被跑步机速度带着跑 有些人习惯一个速度跑到底 懒得手动调速 但实际上后半程已经很疲惫 跑姿都已经变形了 这也是很多人跑跑步机受伤的原因 养成看心率跑的习惯 可以让你随时监控自己的跑步强度 在疲劳时体感是迟钝的 你无法凭体感判断是否疲劳 及时降低速度 毕竟跑步最重要的在于可持续 不要一次跑步就把自己累到爆 二是跑姿 跑步机因为有履带的传动 比路跑的跑姿少了前倾落下这一个环节 所以在跑步机上跑久了再到户外跑会觉得很吃力 解决这个问题也简单 只需要把坡度调到一至二 就可以完全模拟路跑的跑姿 6.2 如何用跑步机来训练 对于追求效率和效果的跑者而言 跑步机的优势不言而喻 事实上 无论是减肥跑者 还是严肃的马拉松跑者 或者是健身爱好者 跑步机训练都是一个高效的选择 早上醒来 打开音乐 不必看天气预报 无论天气冷暖 都不必穿戴很多女生一件运动bra 一条运动短裤 一双跑鞋 就可以站上跑步机 开始你的早训 跑完步 可以在家铺一张瑜伽垫 做拉伸 还可以顺手做一些核心训练 这样的训练 日复一日 会非常规律 不会被任何外在因素打乱 我个人相当喜欢 对生活有一种掌控感 一般来讲 我会为自己列一个周期性的训练计划 周末 长距离跑的训练课 我会放在户外 和小伙伴们一起跑 这也是难得的友情时光 平时的慢跑课和强度课 我会安排在操场或者跑步机 虽然我就住在西湖边 但我还是会坚持 每周至少一次跑操场或者跑步机 单一的环境 能够让我专注于训练本身 专注于跑资的感知 专注于强度的保持 无聊 是操场跑步机的缺点 但也是它们的优点 当你更专注于跑步本身时 你就不会再意识到无聊这件事 在跑步机上慢跑会很放松 甚至可以看看电影 或者享受一下立体声音响的音乐环绕 一般我会在慢跑之后 加上一些力量训练 然后再充分地拉伸 跑步机也不是只能慢跑 或者匀速跑 实际上在跑步机上进行变速跑训练 会很嗨 彪悍的感觉棒极了 我会建议普通跑步爱好者 在以慢跑为主的同时 一个月进行三至四次的强度课练习 进行辅助 每周如果隔天跑 则强度课一 次即可 如果每周跑四次以上 则强度课不要超过二次 慢跑训练依然是最重要的 当然 对于马拉松跑者 你的训练计划还是需要系统的进行安排 一 心率跑 如果你会用跑步机进行日常训练 那么心率跑是你应该掌握的方法 读过我专栏前面几篇文章的跑友 应该很清楚心率对于跑步的重要性 经常有人来咨询 我在跑步机上该跑什么速度 我的回答都是以心率区间为标准 路跑与机跑都一样 你的慢跑速度 并不是以跑步机的速度 7或8来决定的 而是由你的心率区间来决定 当你在户外跑时 你需要一边跑一边看心率 当发现超过目标心率区间时 就要减慢速度 在跑步机上也是一样 跑步的时候以目标心率区间为准 超过时就减慢跑步机的速度 即使减速到6以下 跑改为走也没有关系 同样有训练效果 当然 更高级一些的跑步机 可以自动设置心率区间 并且根据实时监测的心率 来自动调整速度 这就是再好不过的训练伙伴了 2.间歇跑 这是跑步机强度课的一种方式 我个人相当喜欢 在跑步机上进行间歇跑等速度训练 你可以用12的速度跑5分钟 然后用5的速度走1分钟 以此重复6至8组 这就类似马拉松的巡航间歇训练 可以弥补慢跑训练的单一性 在操场上进行间歇训练 如果是一个人跑 很容易在前半程跑过快 后半程又掉速 跑步机则可以帮助你稳定在一个速度下 在疲惫的时候 咬劳配速 达到训练效果 3.拖度跑 拖度跑也是一种非常高效的强度训练 尤其对于运野跑者 或者目标赛事 有很多爬升的跑者 适量的坡度跑 对于强化臀部和大腿肌肉 也有一定的效果 在户外 你很难找到连续的大长坡 并且上坡都还要伴随着下坡 而下坡对于关节的冲击力会更大 跑步机一般都有坡度选择 你可以将坡度调高至4至8 进行正常速度的耐力训练 或者进行更快速度的冲刺跑 你会感到很燃 这对于日常以慢跑为主的跑者来讲 也是非常好的补充训练项目 我从来不会觉得 跑跑步机是一件很业余的事 相反 如果你掌握了正确的训练方法 跑步机训练可以高效且科学 所以 最关键的不是你在哪里跑 不是你穿什么跑 而是你的训练方法本身 用科学的训练理念指导跑步 才能够跑得更快 更远 更轻松